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要讲求效率的 喂 长照中心你好 是 我想请问一下 家里的长辈是你的谁 爸爸呢 那爸爸今年是几岁 八十多岁了 那请问一下爸爸是住嘉义市吗 嘉义市长照中心的照管专员赖淑芬 每天都要接受民众咨询 如何申请长照服务 他们的工作就是地方政府输送长照服务 到民众手中的重要窗口 可能如果要申请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到家里去做房事 会跟你约一个家访的时间 然后实际上爸爸是不是符合申请我们长照服务 我们要到家里去做家访的评估 如果他有符合失能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提供服务 台湾推动长照将近十一年 从长照1.0 晋升到长照2.0 不仅扩大了服务对象 也新增了多项服务 照管专员就是根据民众需求 亲自到宅仿式评估后 再给予被照顾者 适当资源的守门员 八月底的家议 连续下了好多天的暴雨 照管专员 耐熟生的外型工作 不能抗摆 依旧按照约定进行 我今天要去访试一个是 我们两年前有在使用服务的一个个案 那你有没有就是找不到路过 有 有 当然有像这种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绝对是跟个案 锁定在某一个点 然后跟他们碰面之后 有他带我过来 每半年访试一次救个案 赖淑芬就像去探访一个 不是很熟悉的老朋友一般 虽然生活没有着急 却因为长照而连接着彼此 阿三好 我赖小姐啦 你会记得我吗 我来给你看很多次 你还没记得我 你中午吃饭了吗 吃饭了啦 罗中前媚阿嬷 利用长照服务已经两年 一规定 每半年 照管专员就要来做一次复评 重新评估个案的日常生活活动功能 和失能急速 以便调整照顾服务内容 这样可以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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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串吗 这有点不可以串到头部 我第一次家访跟后来的家访 它每一次呈现的状况不一样 我第一次来收案的时候 其实阿嬷是还没尿管的 然后现在它多了一个管路 那多了这个管路 可能就有可能提高它适合的一个程度 好 阿桑来你手 手 手起来 你带我的手 带一下 对 你看有蜜吗 我看你有蜜吗 好 好 好 那我换这手 换这手 换一下 换好有蜜 这手还没蜜 你两支手都抹 上面有发动吗 抹在头上站 两支手抹在头上站 对 这样 好 所以其实他在拿筷子 自己吃饭这部分 都还是可以自己操作 你今年几个月 没 没 没对 你注意听我告诉你三项东西 我说完 你说一次 第一项是梅子 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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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项是 捞室的 好 第三项是 烫书 烫书啊 对 三项你说一次 梅子 梅子 不要紧 所以我们这个是在测 阿嬷的短期记忆 不管是第一次评估 还是复评 赖淑芬 都很有耐性地一一询问 并测试阿嬷的各项功能 这也是担任赵砖 梅北的特质 卓先生 我还是建议阿嬷现在洗澡 就是坐那条椅是吗 对 这个椅子有点高啦 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个椅子没有五倍 其实我建议说 这种那个洗澡椅 它有椅背 可以买一条来放在 放好多 这个有补助 或许是这个空间 是不是要多做几只扶手 让它立起来的时候 不打扶 同理心是赖淑芬在长照工作上的 自我要求 只要是照顾者的需求 她都细心关注 好替安家减轻负担 那我想再问一下你就是说 在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 会不会觉得很累 你要记得我们有一个传习服务可申请 你真的有事情要处理 整天没在处理 好看后妈妈 如果有需要 会比较习惯 我们当初介入了这些服务 让他们的生活也都获得改善什么 我觉得说这样子也好像 做了一件善事 做了一件好事 请问有人在家吗 你好 我是那个指导中心的邰小姐 邹先生 我来 担任照管专员将近十年 赖淑芬一路协助不少家属 解决照顾问题 有人在家吗 你好 嗨 陈小姐 好 妈妈在吗 好 在 但这位失智个案 投降来女士的状况 曾让她产生极大的努力感 你过来来几次 我那个小姐 你买到哪儿了 买到哪儿了 买到哪儿了 这个个案我大概收案 大概有两个时间 做不停过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她生活起居也开始有适合的情况 那我就建议他们家属要不要使用居家服务 因为这个个案它非常排斥外人 如果说有外人进来的话 他们就是情绪各方面都会起伏很大 所以服务没办法接入 那我们也曾经试着说 那是不是让阿嬷去日照 可是阿嬷只去了一天 回来当场大闹大哭 她不愿意去服 大概一年的时间 可是我真的对她是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要怎么服务介入 然后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 所以他们对一些有声音 有动态的东西 还有颜色气 她都会有 对 像她有兴趣 她就会自己身手来拿 对 她自己就会去拿 有些家属都会看到她拿手 就会自己拿 其实那是 就是如果她不是重要的东西 就是不要去自她 是 是 是 长照2.0上路后 最令奈淑芬开心的 就是长照2.0的专业服务中 新增了针对困扰或异常行为的 专业照护 非常适合失智症患者来使用 所以你们每次出来 可就有道具要帮忙 对 就是依照一个 对案的需求 直接 对 直接 然后那就有拍子 对 她如果是轻度的 我可能可以分说 比如说我要她掉橘色 如果她那时候 她的能力还能去区分说颜色 哦 跟她指定说我要什么色 对 如果是我要掉橘色 对 但是如果说像她目前 她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辨颜色跟水料 那我们就是 就是单纯训练她 去做这个动作 很高兴就是我们2.0 专业服务的监制 其实这个个案她 现在可以开始试的接受完 经营协助她做一些训练 一些教导 然后可以看到家属也一直觉得 照顾上的压力也比较放松 这是我从事这个长照工作以来 我觉得很喜欢看到的一个结果 你的涂绣男女士今天很棒 今天很多人来看你 给你赞 赞 赞 好 你都没记得我 除了外出评估个案 赖淑芬在办公室里有接不完的电话 和庞杂的行政事务 等着她一一完成 我们现在长照2.0 我们的居家服务的支付方式变了 洗澡洗头是一项服务 那她的价钱是325块 一般我们是补助84% 那你们自费16% 服务一次的话自己自费52块 那这个肢体关节运动的话 她的支付金额是195块 然后你们如果自己付费16%的话 就是付31块 所以可能现在去服务的话 洗澡洗头的52块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31块 所以如果去服务一次 总共的你自己部分负担的费用是83元 照管专员就像是长照保姆 随时待命 目前手上至少有120个个案的赖淑芬 为因应各种业务需求 也自创了集中表单 用来管理时间和增进效率 陈倩 我这边家一是长照 我是淑芬 我有一个个案要申请喘息 是跟你讲还是跟秀租 像我这个表格是主要是 要登记一些申请喘息的个案 我跟服务单位联系好了没 然后我有跟案家回复了没 再来就是说这个个案 那我单子已经开立完了没 因为有时候我们申请的个案很多 那我不做记录 我搞不清 我可能会忘记说 我这个个案 我目前已经帮他处理到 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 随时上班来就是看这一份 看这一份 什么作业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喂 曹洞欣你好 那下雨了啦 对 我是外小姐 哪一位 嘿嘿嘿 你是她的媳妇是不是 好 了解 了解 好 好 那我再帮你处理好吗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喔 拜拜 其实这个个案 他要申请电动床 除了我们去访试评估 收案如何之外 我们会请我们的 辅具资源中心的治疗师 去做访试 也是他们要去做专业的评估 那现在就是说 辅具资源中心那边 是希望个案的家属 把个案带到那边去做评估 但是个案因为觉得 妈妈就是握床 不方便带出去 那可能他要反映这件事情 就是说像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不是 很便宁的一个事件 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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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很好 有人在吗 林小姐 你好 我是那个长照中心的赖小姐 好 赖小姐 来 这张是什么 交通工具喔 想一想 中风的李先生 除了身体瘫痪 也影响了语言功能 长照2.0专业照护中的 语言治疗 正好可以帮助到他 对 有点接近喔 我做这 非常好 再大声一点 对 非常好 我是 我讲你非常好 你是真的非常好 来 我们再试一次 我 车车 喂 摩托车是什么 我看他刚刚在发音部分 像发两个音什么 他也都很正确嘛 而且都可以拉得很长这样子 这个都是以前做不到的嘛 林先生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有喔 对啊 这一次来你讲话 讲什么 我都听得很清楚欸 护理系毕业的赖淑芬 在医院担任护理师长达9年 以致她特别关注长照个案 在专业服务上的需求与满足 好让失能者能回归正常生活 其实她们来访谈的时候就会了解说 我们需要些什么东西 然后帮我们申请这样 感谢她们 因为她们真的是蛮用心的 对 而且她们都问得很详细 姐姐 李小姐 真的不需要这样子的啊 你真的也太客气了 你下回我这样我都不敢来啦 你也太客气了 真的 谢谢你 姐姐老师抱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护照专 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好理 因为热爱的成长 我觉得 在这段状况 我觉得很好 我帮助人很好 我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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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